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我在阴间过得也不好 这天大娘接到了电话 那电话是大娘的表弟打过来的 告诉大娘说大娘的老姑快不行了 让大娘去看她的最后一面 大娘慌里慌张的挂断了电话 就赶紧的收拾东西往她老姑架去了 大娘的老姑有三个子女 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三个子女都不在老人身边上 这老人老伴走了之后 老人就自己一个人单独这么过了十几年 三个儿女也是不够孝顺 只是过年的时候回来看看老人 老人生病了 儿女也没有及时的过来到老人身边尽孝 以至于大娘看着自己的老姑的这时候 这种心酸她就流下了眼泪 老人走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东北的农村还是愿意按照土葬 这几年管的其实也并不是很严 家里边人也是为老人土葬 农村就是为那种造好的空地上作为坟地 由于是冬天地冻得特别的硬 挖起土来也特别的费劲 子女呢 都说挖不动 挖得太浅了 就不用他挖得太深了 子女就这么说了 那别人还能说什么呀 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就给了老人家土葬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显然没有 如果结束了的话 咱们这个就不叫故事了 七天是回乡的日子 农村都有在自己家深夜的时候 在灶台前面进行烧纸祭拜 说是的 这是死者最后一次回家看亲人一眼 这一天晚风特别的大 那寒风呜呜地吹着 这风刮得不禁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呼的一阵风吹过来 就停了电了 也不知道是哪块断了路的 那大家伙一看时间 这也快到了深夜祭拜的时候了 这时候又停电 于是老人的儿子就说了 现在就烧吧 也不差这么一会儿 大家伙没啥说的 老人的儿子都这么说了 咱们就照着办吧 大家伙赞同了 都开始合计着这祭拜呀 赶紧的回家吧完事 可就在大家伙跪在地上烧纸祭拜的时候 这老人的二女儿突然之间就说话了 我活着的时候 你们也不好好的笑声我 我这走了你们还这么的糊弄我是吗 我住了一辈子这破房子 到那边又给我住破房子 而且连个门都不陪我留 我住一天就回来了 你们现在是他妈虚心假意的给我送钱 你们就不怕遭了抱怨吗 大家伙顿时都吓傻了 这老人的儿子赶紧的说 二姐 你咋的二姐 你咋说话 说妈的话呢 那二姐根本就不理会他 砸了祭拜的东西 在屋子里边大闹了一起 没过一会儿 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而且眼神呆滞的 他嘴里边还说着呢 妈回来了 妈回来了 妈来找我们来了 大家伙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 就这么着 过了几天 见着二姐还是食而疯癫 虚弱的像都像不行了似的 有名士里的老人就说了 应该啊 找一个会看事的人给看看 看看 咋怎么把老人送走了吧 让老人死了明目啊 村子里边还真有一位会看事 给他们一看 就跟他们说了 你们哪 哎 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了 老人的事啊 你说走的时候都不放在心上 惩罚你们一下也好 原来是老人厌气的时候 家里边人没有开窗开门 老人的魂魄并没有走 看着了儿女所做的这一切 坟地的时候又因为天寒地冻的 坟全都是大土块 根本就不平整 而且还没留门 据说建坟的时候如果不留门的话 那老人是收不着阳间烧给老人的钱财的 看事的人告诉了他们 你赶紧的重新一下 修一下老人那个坟墓吧 一定要在那个坟墓上面修门 以后啊 阴间过个节什么的一定给老人送钱送寒衣 老人活着的时候穷苦了一辈子 你到了那边 也让老人过穷日子 老人能得劲吗 二女儿自打老人的魂魄附身了以后 这身子骨就特别的虚弱呀 也渐渐的就好了 咱们这事儿呢 到了这儿也就算是结束了 可是老臣最后想说的是 活着的时候你不好好的尽孝 死了才去追悔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做人呢 还是不要等到了受到惩罚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错了